哈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小胖冰冰在美国 我是最东美国所有的房产经纪冰冰 我是最东美国房产的所有的小胖 没错 又到了我们耳湾生活白皮书 耳湾美食的时候了 大家知道最近耳湾新开了一家川菜馆子 这家川菜馆子之前就有YouTuber 他还没开的时候就有人在帮他做预热 然后说有多好多好吃 其实这家餐馆之前是一个台湾菜 是吃卤肉饭的 疫情说完从那买过卤肉饭 因为离我们办公室很近 现在是一家川菜馆叫宽宅下 今天我们约了我们的客人 因为我在打个广告 我每次现在吃都会约我们的客户 然后我们现在有个美食群 我们美食群我们建了24小时之内 就达到了快400人 是吧 所以大家如果想进美食群的话 想跟我们一块吃免费的饭 只要给一个真心的评测的话 就可以加我们的微信 点击二维码 然后进入我们的美食群 费拉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去路上去宽窄巷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餐厅的 因为是你先跟我讲的 没有我知道的并不是 好像不是这一个 因为有很多的餐厅都在开业 有新餐厅在开业 另外一家还有一家是在 University Town Center 就是大学UCI天上开了一个四川菜 叫什么名了 那我们下回去 对 然后我们群里的朋友还推荐了昨天吃那家牛肉面 叫什么什么Noodle Street 对吧 我不知道在哪 我也不知道 我们下回也会去 那为什么好久没给大家录 就是这个美食节目呢 是因为就是我前两天感冒了 我们从华尔顿回来 感冒了就去买药 突然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家里有没有什么常备药 对 因为在美国生活呢 大家知道美国是买不到什么抗生素的 对 所以很多这种轻症的话 大部分都是在家里 医生也不会给你开药 没错 不然让你自己扛 对吧 所以说可以在Costco或者药房 买一些自己家里常备的药 比如说我家常备就是Telanol 对吧 然后Nyco 这个是我家常备的 然后腰酸背痛呢 我是用那个 我们中国有那个什么伤势止痛膏 什么狗皮膏药什么 美国有个东西叫Salompas 对 Salompas 对 那个东西也很好用 我是经常 因为当兵的时候 那个就会每个人会发 所以那个还挺好用的 我说我家常备药吧 因为我吃太多不太管用 所以我就吃布洛芬 OK 然后布洛芬呢 为什么吃呢 因为我有个朋友是医生 他说如果你买不着抗生素的话 你吃布洛芬也是 就多吃两粒是可以消炎的 对 如果我是补充一点 就是如果说你的确开抗生素的话 要建议医生要周期比较长 如果你有些急症的话 其实有很多天然抗生素 大家是可以买得到的 你的转向灯 比如说就是风胶 风胶它就是一种天然抗生素 比如说你有个是苦胶溃疡 有个伤口感染 低两滴的话 那个是很有效的 建议大家在家里备一罐 原来我备过风胶 它太味道 味道比较重 就是我在后腹买的 太那什么了 所以我就没有弄它 后来我从朋友 让朋友从国内给我背了一些抗生素 而且我知道罗兰港的很多 华人药房是可以买到的 我继续说 因为我胃不好 我家还常备胃药 胃药就是那个N开头的 紫盖 对对紫盖 在Costco买的 然后我还有肠胃炎 所以我还常备一个粉皮的 叫Petco还是叫Petco 我忘了 Petco有 就是那个药 就是治我的 治腹泻的 对我的肠胃炎 因为它肠胃炎的话是喝两盖 腹泻的话是喝三盖 因为我都是酒病成医了 这些都是美国的一些药 我们会把图片打在我们的屏幕上 如果大家想常备一些药的话 或者真的有些什么毛病的话 都可以去买 我们也会出专门利息视频来讲这个 对 那现在我们的坑已经快到了 我们现在在路上 我们马上给大家拍一拍这家 新开的穿彩宽窄像 到底好吃保持 对 我觉得如果观众朋友们 你有什么特别好用的场面 希望你大家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分享给大家 对 在美国生活的话 每个人的生活经验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的 大家不一定知道 但是大家知道的 我们很多也不知道 对不对 没错 能够分享起来的话 我觉得这样会非常的好 对 而且我还希望大家 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个中医 如果大家认识 路然基好的中医 可以告诉我们 因为我试过好多中医 中医本来中医就比较大 这一期的话题 估计这个评论区要报 就是有人会骂中医 有人说中医好 就是我的咳嗽 就是中医治好的 就是那个神医 然后在其他的病症 如果大家有好的中医 或者针灸 都可以打在评论区下面 我们跟大家分享 我们客人都到了 我们迟到了 到了就在这儿 客人都进去了 然后他现在门头还没有改 还是之前那个台湾菜 他店不大 他只有这儿改了 写着宽展项 然后其实我们都点完餐了 我就出来给大家拍一下 桌子也没有很多 我们坐在那边 我们点了好多菜 浇麻鸡 我们客人为了 出家穿的情侣装 先尝这浇麻鸡 你先尝 对 我之前最爱吃的是 锦城里的浇麻鸡 我不知道他家 这种味道 这种味道太辣 对不辣 对 味道可以啊 我觉得可以啊 你觉得可以吗 花椒 变麻 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比较麻 我觉得 对我 你吃第一口 你刚刚好第二口 因为炒了可以吃 这么有点苦 好我来尝一尝 麻婆豆腐 还有鱼香肉丝 然后手打红茶 是不是要吃麻婆豆腐 真的吗 我也是我 我 就我一吃川菜 他就知道我必点麻婆豆腐 听说 听说老板是四川人 我不知道啊 我 我只是听说 这个应该 我的你的口味 真的吗 有点 有点 哦真的吗 嗯 其实我偷偷点 我偷偷点过一次他家的外卖 然后呢 我觉得有点辣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来吃就觉得怎么样 我还可以我能吃 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吃那个辣 这个都太辣了 麻婆豆腐 这个有 我觉得比美术东腐的好 吃吧 来 尝尝这个双脆 我们现在吃麻婆豆腐 我觉得最好的是一个 进食品 对的 我也觉得吃几成 里的 麻婆豆腐 还可以吧 你觉得上到现在 你觉得十分给几分 嗯 这个七分 这个八分 麻婆 这个八分吧 好吧 我觉得这个挺好吃的 对对对 麻婆豆腐 你觉得麻婆豆腐 跟几成离比怎么样 麻婆豆腐跟几成离比好 是吗 然后我来尝一尝 我们菜仓差不多了 我们觉得 可能不太好的 是这个双脆 是不是 这个腰子处 也一般 还有点味儿 然后双脆的话 因为糖侯不多 然后它的口感也没有 我感觉 真的不脆 同时才有限 我们进食材的地方 来尝尝 我觉得川菜 也是回锅肉 蛮重要的 尝尝回锅肉 和干锅花菜 就整体来讲还可以 还可以 对 但是我们客人跟我们说 现在锦城里有活动 是不是 对对对 这就是日子 这个菜老年 69 哦那 哦那还真的可以可以可以 对对对对 一会儿我们猜测 我们今天花多少钱 嗯 嗯 我们点的香辣烤鱼 咱们这个鱼是什么鱼啊 鲁鱼 鲁鱼 那个螺肥鱼 鲁鱼 慢慢吃 谢谢 一会儿尝尝烤鱼 招台 我 我觉得啊 就是我个人 我很喜欢吃鱼香肉丝 麻婆豆腐 我觉得那小炒肉 是我觉得挺失败 回锅肉挺失败的 这一般这一般 我觉得菜花点太大了 对味道还可以 菜花味道还可以 就是切太大了 我们看这个大菜 这个烤鱼 嗯吃的差不多了 你来说说吧 你喜欢哪个 让客人介绍 哦对了 来来来 我觉得 烤鱼挺好吃 对的 然后也不是很辣 然后呢 我觉得就是 可以出口意料的好吃 对对对 对对 我感觉没有常常都那么辣 然后也很嫩 嗯 嗯 鱼肉丝 我觉得很适合 这个 他感觉花菜粉吃的好吃 他也没肉 哈哈 花菜粉热 很适合 来 吃 我觉得就是带红油的好吃 哈哈 对对对对 你觉得哪个菜汤 就是这个 红肉的菜汤 对吧 我觉得红肉的那个酱米炒熟 有点 所以对半酱米炒熟的 很食べ到他 然后多点钱 然后没有酱油 对吧 然后花菜还很好吃的 我们看也挺喜欢 这个双翠的鱼筷 就是 我可能是个好吃的 那还有我喜欢这个鱼肉丝 对吧 对 然后我们一会结账 所以饬了 我们吃完了,大家猜多少钱? 八个菜,我们刚刚数过了,我估计是220 225,对啊,我觉得还可以,对吧? 然后呢,我们今天跟我们两个客人,我们这两个客人也特别喜欢吃,就不喜欢吃的都很饿,吃饮料啊,吃米其林,然后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来加入我们一起吃 然后这样大家一起点评会更客观,比如说他不喜欢吃这个双重,客人觉得还不重,其实我也觉得,我最喜欢吃十年回客人,我觉得那个白骨要比较一致,就真的不要,真的不要点,真的不要点,然后我们也希望给大家谈更多的点,如果大家希望我们谈更多的点,可以分享给我们,我们下期见,拜拜,拜拜,非常渴望 哎,我们还没结束,因为那个客人吃安饭走了,我们现在回办公室,这一次其实跟我们的客户小伙伴们吃饭呢,我还是挺有感触的,就是我发现,每个爱吃的人都有不同爱吃的东西,但是爱吃的情怀都是一样的,你发现没有? 而且呢,我们爱吃,而且呢,就是每一个爱吃的人互相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比如说,我推荐了一些餐厅,我可以约到一些餐厅,跟我们客人一起,那我们客人也推荐了一天,他们从北家来的,也可以推荐一些餐厅给我们 我觉得可以互动起来,包括我们建我们的那个美食群,也是这个目的,就是大家推荐不同好吃的东西,我们互相分享 我们美食群里完全没有广告,就是美食各种的推荐,对吧,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客人还给了我两个微信,可以买到一些我们爱喝的酒啊,买到,对,然后呢,还有客人推荐比较好吃的,首次的餐厅,我们也会去吃 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参加,就是我们美食分享的,就是录制的video,对吧 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我们,然后越来越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加入我们的,嗯,爱吃大家庭 加入我们的群,然后我们会定期邀请我们客人来吃 那这一期就结束了,我们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真实的拜拜啦,拜拜